我們多準備大概兩三倍吧 從早忙到晚 那生意怎麼樣 生意不錯啊 你看我滿頭大汗了 一大鍋的油飯 熱氣蒸騰 熟透的糯米粒粒分明 香氣四溢 沒想到平時煮的量 根本不夠應付 原來是因為韓總 要來幫陳學生站台 順勢帶來人潮和前潮 我怕等一下太多人進不去 看陳學生和韓國瑜都有啊 他順道來這邊吃美食 對啊 就怕晚上人山人海 想吃美食卻吃不到 民眾趕緊來卡位 不僅傳統小吃 就連甜點餅乾 也都是韓粉的口袋名單 桃園的陽明公園周遭 傳了晚會享用美食的一級戰區 相隔兩條街以外的冰品店 剛挫好的碎冰 淋上甜醬 光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老闆煮桃園的手沒有停過 韓粉熱情向北延燒 也帶動地方民生經濟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 韓國瑜人氣高到爆棚 人走到哪全被支持者團團包圍 造勢晚會動輒萬人起跳 這回韓流將在桃園發威 就連晚會現場的周邊攤商 也都因為韓國瑜要來客人暴增 老闆笑開懷 解零容量選台灣報導